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烏克蘭反攻進成效 俄羅斯連夜暴打紅了眼 太平洋罕見三颱風共舞 兩個可能登陸中國 納英果然被網友猜中了 陸媒兩點分析 他的做法很聰明 扼住中共咽喉 美軍你在這關鍵水道建港口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8月31號 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不到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烏克蘭反攻見成效 俄羅斯連夜暴打紅了眼 烏克蘭最近反攻俄軍有重大斬獲 而基輔官員說 莫斯科週三在烏克蘭各地發動了一連串大規模攻擊 而這是春季以來基輔所遭受的最強大攻勢 基輔市軍事管理局長波普科在Tagram上發文說 俄羅斯戰鬥無人機徹夜從C面八方攻擊基輔 接著從戰機上發射了巡弋飛彈 從春季以來 基輔沒遭受過這麼強大的攻擊 據《烏克蘭真理報》30日報導 自全面入侵俄羅斯聯邦以來 烏克蘭特種部隊和武裝部隊可能對俄羅斯地區 暫時佔領的克羅米亞和白俄羅斯的空軍基地 進行了至少9次成功襲擊 損壞或摧毀了至少24架飛機 報導說 第一次襲擊發生在去年俄國入侵的第二天 即2月25日 一架運輸機在羅斯托夫地區的米勒洛沃機場被燒毀 烏克蘭最大規模最成功的襲擊發生在2022年8月9日 針對克里米亞的薩隆機場 隨後俄羅斯損失了4架SU-30SM戰鬥機和7架SU-24M轟炸機 2023年8月份發射了三次成功的襲擊 分別是8月19日、8月21日和30日 分別針對俄羅斯諾夫哥羅德、卡魯加和普斯科夫地區的機場 結果兩架TU-22M轟炸機被摧毀 四架運輸機IL-76和另一架未命名的飛機被損壞 太平洋罕見三颱風共舞 兩個可能登陸中國 日前 太平洋先後形成三個颱風 蘇拉、達維和海葵 一度出現三颱共舞的局面 相當罕見 北京時間8月31日凌晨 9日蘇拉中心已經抵達台灣南部的南海區域 根據大陸氣象臺製作的預測路徑圖 蘇拉可能將在9月1日登陸福建和廣東一帶 或在近海向西偏南方向移動 大陸中央氣象臺29日持續發布蘇拉颱風的藍色預警 中共國家海洋預報台則發布海浪黃色預警 大陸天氣預報稱 8月30日至9月2日 台灣以東陽面南海東北部海域、台灣海峽等海域 將先後有強風雨天氣 福建、廣東、江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福建南部、廣東中東部的部分地區有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30日起 巴士海峽、台灣海峽、南海東北部海峽、 廣東省東部海面風力逐漸加大到8至12級 颱風中心經過附近海面風力14至16級 11日海魁目前仍在太平洋上 大陸氣象臺預測的路徑圖顯示 該颱風中心可能經過台灣南部 於9月4日左右登陸中國江浙上海一帶 也可能只是沿浙江近海北上 10日颱風達維29日以北上抵達日本東部海域 據中國天氣網29日報道 達維將變性為溫帶氣旋 不過達維降級之後 馬什爾群島的熱帶性低氣壓可能很快形成一個新的颱風 太平洋上可能繼續三台共舞局面 納英果然被網友猜中了 陸媒兩點分析他的做法很聰明 李文生前受到中國綜藝節目 中國好聲音不公平的對待震驚國際 而29日納英又上了熱搜 這一次不是因為刀狼的新歌 也不是好聲音有新的調查進度 而是新好影會官博發文宣布納英演唱會延期的消息 新好影會官博稍早表示 至所有支持澳門納英演唱會2023的歌迷朋友們 非常抱歉 納英女士因應健康狀況理由 無法如期參演原定於10月1日至2日 在澳門新好影會綜藝館舉行的納英演唱會2023 後續如有變動 將會及時另行公告 因演出延期給您帶來的不便 我們深表愜意 對於已經購買演唱會門票的歌迷朋友 我們將會全額退款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感謝您的理解和支持 其實前幾天 納英澳門演唱會官宣就遭到了抵制 包括澳門網友 還有很多網友猜測 納英很可能會因為身體狀況延期 沒想到 真的被猜中了 另外 此前納英就因身體欠佳為由 請辭音樂節演出 那因近期活動紛紛取消或延期 早已是網友意料中的事 陸媒分析 其實演唱會延期舉行未必是壞事 第一 這個時段有很多知名歌手舉辦演唱會 競爭比較激烈 第二 在這風口浪尖的時候 網友的留言都是清一色的抵制 即便如期舉行 恐怕也會影響觀看人數 還不如安心休息 身體恢復健康 把最好的狀態呈現給觀眾 總之 演唱會延期舉行 實屬明智之舉 扼住中共咽喉 美軍你在這關鍵水道建港口 據路透社援引當地省長和兩名官員的話報導稱 美國軍方正在菲律賓偏遠的最北部島嶼商談開發民用港口事宜 此舉將促進美國進入面向臺灣的戰略要地島嶼 巴丹群島和臺灣之間的巴士海峽被認為是西太平洋和有爭議的南中共海之間 船隻往來的咽喉 也是中共對臺動物時的關鍵水道 解放軍定期派遣艦船和軍機通過巴士海峽 巴丹群島省省長馬利路凱克在寫給路透社記者的一條信息中表示 他已經向美國尋求資金 以便建造一個替代性港口 以便在雨季海礦不佳之時協助限載來自首都馬尼拉的貨物 馬利路凱克說 目前的計劃是在巴丹群島省首府的巴士古島上 再建一個碼頭 因為當地政府官員表示 現有的一個碼頭經常因為風級浪高而無法使用 而興建新碼頭的決定有可能在今年10月做出 中共駐菲律賓大使館沒有立即回應路透社記者 就巴士古島尼伊港口發表評論的請求 另外 兩名要求匿名的菲律賓官員說 美軍最近訪問了巴丹群島 討論港口問題 其中一名軍方高級官員說 菲律賓武裝部隊對該地區的雷達和改進監測能力感興趣 馬利路凱克正實了這次訪問 稱他們來了一次 評估擬義的替代港口 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發言人 甘戈·帕特亞說 美國大使館和美國太平洋陸軍的專家 一直在與省長和地方政府接觸 應他們的要求 討論美國太平洋陸軍如何支持該省的工程 醫療和農業發展項目 他沒有具體提及該港口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